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董 董之生 非常高興你今天又看我在主持的哏傳媒 哏哏星河一董哥 有哏來報 那今天我在錄影說剛好是怎麼樣 蔡英文執政六周年 那我一個朋友大家叫他朱大叫朱邪恒 他說希望你執政就到今天為止 希望你對我的迫害直到我為止 朱邪恒是老朋友他錯話叫宅神 他有些想法是非常年輕人非常另類的 那每天宅在家可以宅成神 那也是很特殊 我過去在主持節目的時候我就常找他 很多朋友講你找那個人幹嘛 他對政治一點你不懂 他那個時候對政治的確一點不懂 但是我們總要找一些年輕人看他們內心在想什麼嘛 所以我十幾年前大概十五年前我就開始找他 找他然後他越談越有意思 因為他講了很多不是我們這種長期跑政治的人物 他的想法 那我們知道其實社會上很多人對政治不關心 所以他講到政治的人物他可能會有一個 很突發奇想的一個說法 那朱邪恒那時候扮演的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所以還蠻受歡迎的 那當然我今天的主題是要講 蔡英文他六週年 這六週年本來就像吹氣球一樣 越吹越大吹得好像很有一回事 可是現在台灣在關心的是什麼 只有一件事情 不是他的六週年 不是大家想在他那邊吐口水 而是疫情嘛 破百萬啊 對不對 各位你一看就知道說 哇那這疫情嚴重那死多少人 現在都說感染病毒不會死啊 百分之九十九點七都 都是沒有症狀或者輕症啊 那請一下百分之九十九點七 那表示什麼 表示一千個還有三個是中度或重度 那重度就 重度如果沒有救好就會死亡啊 你知道現在台灣重度死亡率是多高嗎 全世界第一 很少人做這樣的報導 台灣重度 確診死亡的百分之七十九啊 各位朋友這個數字不得了 我碰到一個醫生朋友跟我講 欸這數字怎麼那麼高 這怎麼會差那麼多 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找找投藥嘛 我們投藥 確診人被投藥的人只有百分之1.7啊 我們政府手上抓一堆藥 然後他不給確診的人吃 那不曉得在珍惜什麼 所以只有百分之1.7那不是太低了嗎 那你買這些藥幹嘛 八十二萬五千劑的藥買來幹嘛 所以面對這些質疑的話 民進黨政府完全沒辦法解釋啊 他說這個藥很重要啊 然後必須要醫生 這個不是廢話嘛 我們吃藥 吃藥他又不是陳藥 又不是西藥王 藥妝店就可以買到的藥 他是處方間欸 在台灣處方間就是要有醫師開處方 你才可以去買這個藥 所以沒有這個處方是買不到的 那這個藥一定要醫生覺得你可以吃才吃 這是前提沒有人反對啊 可是為什麼這麼少人吃到他的藥啊 那我來講 蔡英文六週年 他本來敲樓打鼓啊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媒體 百分之九十 台灣的網路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民進黨在操控的 民黨用很多國家政府的錢 拿來養這些網金媒體 然後每天吹熄 吹熄以後自己好厲害喔 做得多好 那當然我們這種人他就收買不了了啦 我們每天就跟他吐槽 我善演一個好的媒體人角色 我在這個行業三十幾年啊 對於誰執政我都不會客氣啊 各位朋友 但是對於像民進黨這種 我每天在我自己的電台罵的是很難聽 我在這邊 因為海外很多朋友 我不方便講那麼難聽啊 那很多人講說 哇你罵他罵得很順口 民進黨 民進黨就發動 在台灣前省很多地方 發動很熱人去告我 他希望我脾翼奔命啊 彰化有人告你 你就要到彰化去出庭 那你工作在台北你要跑去彰化 你就半天就泡湯了 然後其他地方又告 新竹又有人要告 我就這樣 他希望弄成一個這種現象啊 那當然啊 我不會讓他得逞 我有我的方式啊 可是各位朋友 在台灣你要去批評民進黨 去跟民進黨對幹的話 你要有些方式有些本事啊 那傻傻的很多人就被他栽贓了 被他施法被他媒體就這樣 所以就非常多的人退卻 那我是不退的 我不會像那些每天在馬力波 說我們會戰到一兵一卒 然後最後跑出來投降 戰盡媒體所有光環 然後說我們投降了 投降了你看那些二類的媒體 我講二類媒體 包括紐約時報 包括華盛頓流報 這兩個全世界我最崇拜的兩個報紙 我過去當報紙記者啊 他們說哎呀 馬力波的烏克蘭 戰士撤退 一個寫撤出一個寫撤退 我覺得好好笑啊 他們是氣戒投降啊 小董不會氣戒投降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原則 可是你可以看蔡英文這六 六年來他做哪些事情 他其實沒有做什麼事情 你看他每天在宣傳 我們經濟變多好 我們做哪些 好好笑啊 台灣的經濟 百分之43、44是靠中國大陸的 這個是非常明顯 你的貿易嘛 台灣是以貿易為主的國家 那你都是消去中國大陸賣 那他這個是一個非常吊詭 非常可笑的一個途徑 從中國大陸賺了錢 等於說你台灣政府 賺了錢有一半是中國大陸的 然後你賺了這些錢 再去美國跟美國人買武器 要來對付大陸 這是我們很不可解 很莫名其妙的一個邏輯啊 你賺了那麼多錢 應該好好改善台灣的建設 對不對 台灣很多地方建設很不足啊 台灣的交易很多人很缺乏 你知道我在一個基金會喔 幫這個基金會做很多事情 大概20年了 我們都在幫台灣很多偏鄉的小朋友 台灣很多偏鄉的小朋友 那個教育之落後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了 你講出來你絕對不會相信 國中畢業 前班沒有一個人可以 背出26個英文字母 國中畢業 教三年 他竟然連字母都背不出來 我們想說 這種學校我們不能放棄啊 所以我們跟學校講好 寒暑假我們找大學生去那邊 教他們英文 教他們數學 我們希望在教育裡面 可以改變很多人的環境 但是民進黨政府 他不這樣想 他們這些錢拿來收買媒體 養網金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這六年來 專門就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表面上 你在台灣看媒體 欸不錯啊 哪有很多老百姓 就被他洗腦說 欸蔡英文做得不錯 哪一點不錯請告訴我 他經濟是靠大陸 他有什麼好的 大陸靠的是什麼 靠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 蔡英文過去 民進黨在野 蔡英文都講 九二公司是毒藥啊 包著糖衣的毒藥 那這毒藥你吃六年 所以你還繼續在吃啊 表示他是很甜美的啊 他可以讓你包裝說 我的經濟成果啊 不是嗎 你不是講毒藥嗎 各位 你今天看到的情況就這樣 蔡英文那時候在野的時候 馬昂九 當台灣的領導人 他跟馬昂九講 如果我們民進黨在野 我們馬上辦公投 決定九二公司 決定ECO法 結果呢 他有沒有辦公投 沒有 他九二公司不承認 ECO法他捨不得放棄啊 甜蜜蜜 所以這些人講的話 屁話 根本一句話都不能聽啊 那因為我當記者很久 誰講過什麼話 我都會牢牢的記在腦袋裡面 我講的東西 百分之百是真 各位都可以去Google去Yahoo搜尋 你只要打ECO法 然後打糖衣的毒藥 這些東西都是蔡英文所曾經講過的 但這個人啊不足惜 因為他已經快過去了 那他這六年來幹嘛 他這六年來沒有什麼成就 現在的疫情發展 又讓台灣民眾看到他 途窮而比現 因為你們原來沒有什麼本事 每天吹牛說唐鳳有多厲害 唐鳳是科技天才 哎呀網路世界十大駭客之一 每天在那邊吹牛 駭客 網路科技 你要騙誰啊 最近台灣有好幾個案例 我來講這個案例 兩歲的小孩子 住基隆 基隆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對不對林又昌當市長 兩歲小孩 他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所管理的這家叫基隆醫院 基隆醫院 他去看了 他確診了 確診去看 基隆醫院跟他講 我們沒有病房 沒有兒童專屬病房怎麼辦 那他們又去找了 找了基隆最大的醫院 叫基隆長根醫院 長根醫院說我們也沒有 然後又去找了 找看 離基隆比較近的 台北吧 台北找三種 三清種醫院 也沒有 找台大 台大是台灣最名勝一時的醫院 台大醫院也沒有 後來找到農民種醫院 才找到 可是收留沒有多久就死了 中間五六個鐘頭 一個小孩子要住院 要五六個鐘頭 他說 其他醫院說 我們是真的沒有 已經沒有空出來的 兒童專屬醫院啊 老實講喔 以我這種電腦也不怎麼好 以我跑新聞這麼久的經歷 你如果來這家 這家說我沒有 你只要上網 找一找說 那到底我們周遭哪一家有 兩分鐘絕對就出來 我們有什麼 天才的科技大臣 對電腦都懂 我告訴你 民進黨就是一個 垃圾的政府 對不對 我講這東西 每個人都要 欸對啊 你有沒有去 超商買個東西 超商有時候 有些東西在優惠 你去買 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剛好買完 那你們附近哪一家有 上網才到 欸 往前面喔 第三個紅綠燈左轉那裡 我們一個分店他有 你就去就有啦 連一般超商都做得到 你堂堂 拿了八千多億 預算的 民進黨這個垃圾 政府居然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認真在做 他們很認真在撈錢 蔡英文現在只剩兩年 不到的任期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你已經是剖腳了 那他這六年來 主要在做什麼 只有一件事情 撈錢 還有一件事情 抗中 抗中跟撈錢是綁在一塊的 現在我們知道 海峽兩岸 從來沒有像現在兵凶戰危 很多台灣人絕對不怕 哎呀美國人會保護我們 不要收笑了 那蔡英文很喜歡這樣的氛圍 越危險 然後美國越介入 然後好像他就跟美國人 站在一塊 那美國是全世界最不負責任的流亡國家 他巴不得各國都來打仗 然後都來跟我買武器 他就是棺材店的老闆巴不得別人死 他就是這樣 那美國這種下山爛到無恥的國家 他根本就不必理他 可是蔡英文每天把他當作保 因為美國人幫過他 2018年民進黨大敗 民進黨內部 最有實力的賴清德 他要蔡英文讓開 你不要再尋求連任讓我來選 蔡英文很生氣啊 怎麼歐里凡啊 你是我用的行政部門最高主管 你既然要來挑戰我的位置 台灣領導人的位置 其實你應該是我尋求連任 結果他們辦了出選 民黨派系看到蔡英文是現任的有資源 讓他們黨中央就下去協助 就一直把 黨內出選一直延期一直延期 因為他們是用民調嘛 延到最後蔡英文終於可以贏了 他本來不到賴清德的民調一半 一直把演員弄到在操作 操作到最後他可以贏了 然後才開始辦 所以賴清德就輸了 他非常不服氣啊 可是不敢講 因為他還在等待 2024年 蔡英文不要跟他搗蛋 好讓他晚四年當選 他現在內心期待這樣 那蔡英文呢 這六年來 一心一意搞抗中 然後幫民進黨所有的裝腳 所有的派系大家來搞錢 所以他們搞錢一把手 真的就是一把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自己的經驗 你知道台灣現在買不到快賽 大家在排隊 那我從氣炎 我就有警覺 因為我常常到很多電視公司 你知道我們電視公司 是一個攝影棚密閉的 那我還在台灣主持電台 你知道電台也是一個密閉的 裡面就是你跟你的編局 或者一個音控 或者攝影這些人 人數是非常少的 那可是他是一個密閉 所以我從氣炎我就 開始自己做快賽 快賽當然從鼻孔 有些不舒服 但是我不舒服沒關係 至少我要讓 我的工作夥伴知道我是安全的 那我從氣炎買到上個月 在台灣買一劑快賽都是300塊 最早還不止 因為一次買一盒五劑 最早是1700塊 等於說大概360 一劑喔 那後來到去年的 大概七八月 終於降下來變1500 等於說一劑就300塊 我就一直買下來 買到上個月都一直試 那當然我們知道上個月 因為台灣的疫情大爆發 就很多人要快賽 快賽下去買 怎麼要300塊呢 那這個蔡英文政府 陳時中這些人 就假裝扮演 哎呀來我們讓他降價 現在降到100塊 100塊還有利潤 那過去我買300塊 請問中間那200塊誰賺著 就是民進黨那些爪牙 裝腳他們賺著 300塊也有利潤 100塊也有利潤 同樣的廠牌喔 好不好笑 我講的是我真實的經驗 可是你盡量看到 他們可以不要臉的撈錢 他有沒有好好去善待 台灣的老百姓 他有沒有好好的讓兩岸 不要再有衝突 不要再劍拔如張 沒有 他只是在討好美國人 美國人 就好像他們去鎖死 烏克蘭人 說你不用怕惡國 你去跟他弄 你去挑撥他 去保留他 沒關係 我們做你後盾 結果烏克蘭就 好啊 反正美國會當我後盾 美國人會幫我打仗 就一直弄到戰爭 仗一打的話 你不要相信國外那些媒體 說什麼 俄羅斯已經快失敗了 快戰敗了 怎麼樣 不要相信 你只要看 烏克蘭 原來一個好好的國家 被打到千槍百孔 一千萬人流離失守 逃到海外的就六百多萬人 這是聯合國的統計 那死亡更不計其數 對不對 那這些人 原來他不會這樣 他原來不會死啊 他原來不會流亡在外啊 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總統 相信了美國人啊 那你說 將來美國會協助 我告訴你 他要重建 50年都重建不了 等戰爭真的 不管和談或怎麼樣的方式結束 那些奧元就不會進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利用你來打俄羅斯 把俄羅斯把他搞垮 俄羅斯的經濟 退後15年 這是拜登總統自己講的 我們經過這場戰爭 你看我們把他偷垮15年 美國好興奮喔 別人 別人用生命去幫美國 把俄羅斯偷垮15年 各位 這是他的目的啊 他的目的現在希望怎麼樣 希望魯華炮製在亞洲 用台灣來做烏克蘭 然後來挑釁中國大陸 最好中國大陸打台灣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以後 美國再假裝給你一點金猴 這金猴是賣給你的 價格貴三四倍 然後金猴 金猴又不是很需要的 那用這樣的話 他希望全世界再來圍剿中國大陸 孤立中國大陸 然後兩岸 兩岸就不可說實 將來 因為如果富有死傷的話 將來更不用講兩岸怎麼合 合就不容易合了 為什麼 因為殺戶之仇 殺子之仇 殺凶之仇 那就變得很難去彌平了 那死了呢 死了就是兩岸的中國人 最高興的就是美國人 對不對 那蔡英文現在 他願意當美國的一隻狗啊 各位我講狗是很難聽的 但不是我創的 國際李堯就這樣講啊 台灣人當美國的一條狗 看門狗 還要自己買狗糧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不是一樣 他們扮演狗 越扮演越稱職啊 美國人越來越開心 哎呀你不但買狗糧 還會奉獻給我 全世界哪有一個這樣 的領導人 把自己的老百姓 推上第一線 去做別人的一條狗 各位我講這個很不科技 可是是非常貼切 那十幾年前李堯先生講的時候 大家覺得哎呀真是有道理 台灣買這些武器幹嘛 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杜特地 美國一直推銷武器給他 他過去是美國殖民地啊 推銷武器給他 杜特地說你賣給我這麼多武器 這麼多錢 我通通接收了 你叫我去對付中國大陸 我不可能打贏他嘛 那為什麼不能和平相處 好好相處呢 你看 就是這樣啊 所以美國現在要去扶持 扶持一個希望 能夠當他奎儡的菲律賓總統 索性那個人顯輸了 輸給了 小馬可是啊 那對美國人來講是非常狼狽的 各位朋友 蔡英文這六年來做 怎麼樣的事 他讓台灣人 成為美國一條 越來越忠實的國 然後買更多狗糧 讓兩岸 風格 越來越遠 越來越對立 這個叫什麼六年政績 笑死人 歷死罪人啊 蔡英文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開嗎 歡迎 您繼續收看 蔡英文 蔡傳媒 小董董之聲 有人叫我董哥啦 那其實叫我董哥最順的就是馬航酒 馬航酒碰到我就董哥 那沒關係 你們要怎麼稱呼都可以 連戰叫我董工 我說沒關係 你高興就好 老先生 叫你董工 表示你比他老 那他顯得年輕也沒關係 小董講新聞 並不是要讓大家開心 可是我們在生活上 我們跟朋友都是很好相處 大家開開玩笑說沒有說 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台灣 政治 防疫 這東西是沒得開玩笑的 因為它是一翻兩瞪眼 有很多事情你說說唱唱 可能就過去了 那台灣現在一件大的事情 讓大家覺得不可理解 小董來這邊為大家解盤 國民黨提名 張善政 張善政選 桃園市長 那大家知道國民黨中堂會 一提名的話 整個黨炸鍋了 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這樣 不是樓志強一直要選嗎 怎麼會是李毅玲 那其實對朱立倫來講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戰 大家想說國民黨在桃園 機會應該不小啊 這裡難大以利 那鄭文燦做了八年 花了那麼多錢 其實也沒有看到怎樣 重大的政績 那我也不知道要替國民黨講話 我老實講 但是有個前提 大家一定要認同 如果你不認同 就講不下去了 就聽不下去了 第一個認同就是 朱立倫當過兩屆的桃園縣長 他又是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絕對比我們 你我我們周遭任何人 還了解桃園 這是第一個前提 你不可能比他了解 他當過八年啊 他是桃園土生土長出生的嘛 對不對 第二個前提呢 朱立倫 第一個前提是比我們更了解 第二個前提是 朱立倫一定比我們 所有人更想贏得桃園 因為桃園如果漏錢 他這個主席就幹不下去 一定被逼下台嘛 好好的這樣被你弄成這樣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兩個前提 大家都認同我的話 那你就聽下去了 那我覺得也沒有人會不認同啦 不管你是 藍營的人或立營的人 你聽小董來分析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道理原來在這裡 當然這個道理最後還是要 經過年底12月26號 選票來印證啦 那 那這早期其實很多人 不是跌破眼鏡而已啊 從來沒有人想到 那朱立倫擺了這個人馬 當然會被罵死啦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部署這麼久了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險期 可是是不是一個好期 不知道 朱立倫顯然認為一個好期 我先從朱立倫的想法 我來解析這個事情 不是我的想法 是朱立倫的想法 朱立倫既然是國民黨主席 最想贏 又最了解桃園 那他的考慮是什麼呢 他考慮 桃園是一個怎麼樣的城市 桃園跟台北跟新北不一樣喔 桃園我也常去啊 桃園喔 桃園其實是一個比較傳統 鄉下純樸的地方 鄉下純樸的地方 他不是都會的城市啊 他不是都會的城市啊 雖然他叫做桃園市 在台灣叫做六都 直轄市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都會 都會 都會就要像台北 像高雄像新北 那甚至台南也不算都會 台中是都會 所以台灣最都會的城市 台北、新北、台中、高雄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如果去發現他每個城市 有他那一種比較先進的特色 台南就不會有比較先進的特色 台南是個文化古都嘛 他的美食非常好 所以他是用這個來起勝 那高雄呢 高雄是重工業區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工業 現在台積電也要去設廠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先進的 那桃園呢 桃園他本來規劃 因為這裡有個過去 我們都知道的中正機場 民進黨把它改成桃園機場 那這個機場在國外 在國際上叫做台北機場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你過去以後從國外回來 你要看你做的回去上面寫 明明是降落在桃園 上面是寫台北 我不騙你啊 上面是寫台北啊 所以桃園機場真的是台北 那為什麼叫台北呢 因為台北是國際 大家比較知道的城市 他常常代表台灣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次的提名裡面 因為他是非常密布脫風的 在進行啊 所以可想而知 他找張善政的時候 我敢保證 張善政一定一口氣結 別開玩笑你找我 我根本不想選 那一定要一直去說服嘛 說服的過程會怎麼樣 說服的過程 我說服不了你啊 那我要找 找誰 我要找韓國瑜啊 你過去韓國瑜選台灣領導人 你是他的副手 所以一定有找韓國瑜 那韓國瑜說 你要找他他人很不錯啊 那我們想找韓國瑜 找張善政 可是他不答應 你要幫我們欠他 我相信韓國瑜沒有 因為韓國瑜知道這裡很多人要選 如果最後是我的副手 是我推薦 那人家會講說韓國瑜的手 又升到桃園來了 韓國瑜很聰明的 我認識韓國瑜34年 到目前為止34年 我不騙你啊 台灣沒有一個記者 像我認識他那麼久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台北市議員的小助理啊 那可是他很聰明 這種黨內的東西我不能揭露 為什麼 因為黨內的事情 本來大家都有各自的派系 那你如果揭露的話 對他將來來講不好 得罪太多人 那誰必須揭露 你既然要當黨主席 黨中央你就必須要揭露 所以朱立寧要繼續欠 欠的話他當然知道 他有一個很大的難題啊 這難題是什麼 羅志強辭掉台北市議員 去參選耶 那他才辭掉不到一個禮拜 你就宣布我不提名你 我要提名這個 你也沒有經過民調或者什麼樣 有公信力的人 就是你議員就要把他敲定 那怎麼可以這樣 國民黨應該有溝通 不是議員堂啊 威權黨主席講什麼就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朱立寧碰到就很大的難題 就是羅志強 那羅志強人家已經辭掉台北市議員 他變成沒工作啦 那還有很多朋友去幫羅志強 譬如說田荒倫啊 或誰 而且他也有總部發言人 那這些人怎麼辦 這個就是黨副理該解決的 那當我們看到朱立倫提出來的時候 當然是輿論大法大家罵死了 那羅志強沒有講重話 他只是講他會講驚惡錯惡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裡面 黨內現在的反彈還一直在 而且還非常強烈 那朱立倫考慮了除了這個 在哪裡呢 就像他跟別人講的 其實在台灣喔 他的政治有一個倫理 一個閒隙漸進 羅志強台北市議員 你知道台北市有幾個議員嗎 63個 羅志強只是63個之一啊 你也不是議長 也不是副議長 你只是63分之一的議員 那議員其實也不太大 你知道六都都有議員 台北市是六都之一 所以像羅志強這種身份的人 在台灣 以六都來講的話 大概有一千多個 六都大概都有60個左右的 名利代表的這種議員 不能講一千多個 六個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66 36 三四百個 應該大概400個 那我講這個 大家都可以去評斷喔 哇那羅志強 憑什麼用議員 的身份就去選 因為羅志強是台北市議員 選舉裡面第一高票 他哪四萬多票啊 可以讓三個人當選 所以他認為說我很強啊 你很強是因為你在都會 在 我現在講的是朱立倫的觀點喔 所以你那是在都會 所以你到我們桃園這種 比較鄉下比較傳統地方 你討不了這種好 桃園從來沒有人拿過這麼高票 顯議員即使你能量再強 都沒辦法 那在台北他是一個 資訊發達網路發達 你只要能夠有一些 表演作秀 或者有一些怎麼樣的話 讓媒體馬上計較你 你就可以拿到高票 在桃園是不可能的 所以朱立倫顯然 他認為我了解的桃園是這樣 那問題就來了 張善政在台灣當過 行政部門最高主管 這個位子現在蘇貞昌正在做 那張善政 像我跟他也算熟識 我跟羅志強當然更熟啦 那張善政 好像沒什麼敵人 當行政部門主管沒有什麼敵人是很難的 而且他那時候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他是2016年國民黨在領導人選舉大敗 大敗的話 行政部門就要負責 總不能叫領導人馬航九下台 因為他的任期是到520 那你失敗是1月16號 那一天是1月16號 所以2016 的1月16號 國民黨大敗 誰要下台 行政部門最高主管 毛治國要下台 毛治國的副所就是張善政 那只剩下這100天 你要讓誰來幹 你要去找人 你要講說 我要辭掉工作來幹這100天的工作 不可能嘛 所以誰最適合 張善政 你就副所那你就升上來吧 所以張善政就幹那100天 有人精算說應該是106天 那各位朋友 我跟各位朋友講 他裡面最大的關鍵是什麼 1月16號 國民黨大敗險 2月6號 台灣發生史無前例的大地震 這個大地震的政央 史上最多人在哪裡 在台南市 台南市長是賴清德 賴清德 地方 他資源很少 那張善政 那時候雖然國民黨已經敗險了 可是資源還在他手上 所以張善政就下去 給了非常多的錢 然後讓你重建 讓你什麼 所以賴清德就很感動 說國民黨沒有趁機來 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那台南人你覺得 哇賴清德做得真不錯 你看 不管在重建 在府系或什麼 都比過去的還多 為什麼 所以賴清德很高興 他在張善政要卸任的時候 他跑去台灣的行政部門找張善政 給他一個大的獎牌 這個獎牌寫什麼 四個字 叫德為善政 德就是我賴清德 善政就是張善政 德為善政 很巧妙的砍字砍到裡面 可是 你要一個政府要做好好的 讓這個政治 讓你的政策很受民眾接受 讓這個政治很清明 那當然是要善政啊 所以他把它砍進去 變成 讓大家覺得說 哇連民進黨都肯定 沒有錯啊 因為民進黨看到 國民黨還在執政 即使敗險了 炎炎不絕的資源 一直給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那時候高雄也受損 也給了 其他地方沒有像 台南這麼嚴重 整個大樓倒塌 死了一堆人啊 那大家都記得那四維大樓 是不得了啊 但是 如果你把這股腦 認作說 哇你看張善政獲得這麼高的肯定 那也無不可 至少他在民進黨裡面 沒有什麼敵人 那我們知道在台灣你只要重振久了 尤其你如果在藍營 一定會被民進黨招他 像我常在批評民黨 我常被他招他 他們會用很多假的東西 然後在網路上帶風向 然後每天用一些假的東西來羞辱你 然後到司法去告你 他們就會有一些這種東西 張善政沒有啊 所以這是很難得對朱立倫來講 如果民進黨都沒有這麼羞辱他的話 那他顯然他的性格會比較 獲得中性顯民的認同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還有什麼 我用朱立倫的觀點 各位朋友 張善政康萊爾大學的博士 這博士喔 在桃園這種鄉下的地方 尤其客家人占一半 客家人是非常重視協議 跟我們金門人是一樣的 客家人你要家裡再窮再怎麼樣 我要讓我 只要我這個孩子可以讀書 你一直練到博士 我一直跟你出錢 我賣土地讓你去練書 你知道台灣其實很多人這樣啊 我一個朋友 他現在是台彩公司的董事長 他叫謝鄉川 過去在馬航九時代當過行政部門的秘書長 最高秘書長 他們家以前沒有地是電容 後來國民黨到台灣以後 他把他土地重新分割 他們家就分到幾塊地 結果他很會讀書一直讀 要讀到到海外去博士怎麼辦 沒有錢 就把土地拿去賣 賣了之後他就讀書博士回來 那當然博士回來 他們家人的榮譽就很高 你小孩在美國得到博士 然後回台灣 很多人哇這個不錯 謝鄉川很優秀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 對於科技是很專門 他過去在 新竹科學研究當過研究的主管 所以非常優秀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客家地基對於這種 高協力的人是很重視 尤其是美國名校康萊爾 康萊爾出過很多有名的人啊 當然這有名的人 有的人很不成才 蔡英文是康萊爾的碩士 李登輝劉大英是康萊爾的博士 那康萊爾在美國 是一個很有名的學校 張善政在這裡拿到博士 那他又在科技延期 當主管喔 而且很高的主管總監 在桃園當了12年 都是台灣最主要的電子廠商 所以在朱立倫考驗接受 他又有科技 那桃園 桃園人又重視協力 所以對他來講這種人 年輕人會喜歡啊 這是一個崇拜的對象才對啊 朱立倫的第三點 我剛剛講兩點了對不對 第三點是什麼 桃園我剛剛講 其實就是一個鄉下地基 鄉下地基就像我們從金門 我們金門是非常鄉下 像中國大陸北方的小城鎮一樣 因為我去中國大陸北方 發現跟我小時候金門一模一樣 一個村子只有兩個公共廁所 我那時候看了好震撼喔 大陸怎麼是跟我小時候的村子一樣 當然我們現在都改善 中國大陸也改善了啦 現在人人家裡廁所都在自己家裡 家裡唯一設備嘛 這是最必要的 過去不是耶 我小時候也不是 小時候早上早上你要去尿尿要走好遠 要上廁所要走好遠 我不騙你 那我們現在其實生活都改善 就是中國的歷史五千年 沒有像這五十年來日子過得這麼好 我敢講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慢慢學到了 讓老百姓夠好生活才是一個好的政府 那我講的第三點是怎麼樣 桃園 桃園過去鄉下 他們也很想像台北這樣 很多東西很先進 是往這個方向在追逐 全世界其實每個城市都在往這個方向追逐 那桃園過去的規劃是要怎麼樣 做一個航空城 我剛剛講的嘛 你從國外回來先進入桃園 桃園有這麼大的機場 那這機場應該讓所有的產業或怎麼樣 在這裡開發結果成為一個科技 航空的城 民進黨很久 他們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們就在那邊徵收土地 有人說他們在炒做地皮 的確很多地皮都被炒了 做出什麼成果嗎 沒有 鄭文燦早期還想做 他那時候找很多人 包括中國大陸很多科技的人來 那鄭文燦跟這些人講 他那時候七八年前 他那時候跟這些人 尤其跟中國大陸這些人講 你們要來投資喔 我們桃園是最好的喔 為什麼呢 我們是世外桃園喔 他這樣講 我後來 跟民進黨朋友講說 鄭文燦講錯了 世外桃園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 種種田就是很 你應該怎麼講呢 你應該說我們桃園是一個 大家要合作團結來做事情 我們桃園最重要是 劉關章桃園三結役啊 對不對 海外的來 中國大陸的來 還有台灣自己的來 桃園三結役 三結役才能成為一個 大的氣魄成為一個蜀漢 可以跟曹操對抗啊 對不對 我說應該是這種概念 他說哎呀 如果鄭文燦找你去當幕僚不得了 你講的歷史故事 人人熟悉講出來就很生動啊 那民進黨開始也是很想 航空城做科技城 現在一事無成啊 張善政是一個好的棋子在哪裡 就朱立倫的想法 我現在講的是朱立倫的想法 他一定認為說 張善政在科技產業這麼久 所以由他來做 那當然是最好啊 所以如果順著這條旅路下去的話 他有別人沒有的三大優點啊 那朱立倫有沒有這樣表達過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 我跟朱立倫也很熟悉 我大概知道他的想法是這條路 那這條路走下去的話 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那你要羅志強你怎麼辦 還有李毅寧你怎麼辦 他也想嫌啊 你這些人你要去溝通 所以接下來國民黨提名張善政以後 最重要就是一條溝通 那溝通的話 最難處理的就是 遲掉台北誓言的羅志強 那我們就要慢慢的觀察 看你朱立倫 你今天得罪羅志強 跟挺羅志強的 這麼多的朋友 包括我 包括我周遭的那些所謂的民嘴評論人 每個人都罵了半死啊 你國民黨到底要不要民主啊 國民黨到底要不要勝賢啊 那現在當然目以沉舟 他已經宣布就是張善政的話 下來你就要去收拾 讓整個用和諧的方式去進行這場選舉 那如果 如我所料的話 國民黨只要 把這溝通做好 沒有什麼可以的話 的話他險戰就會比較好打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民進黨 到底會派出哪一個對手 民進黨現在 鄭月鵬很想顯 民進黨內部是認為陳時中最好 可是又想把陳時中擺在台北 陳時中已經不行了啦 因為他的防疫做成這樣 看破手腳 那等一下回來 我繼續嗎 歡迎您繼續收看 小董 有人叫我董哥 耿耿興和易董哥 那當然這是我們耿傳媒 很有梗的一個議題 有梗來報嘛 現在是520 520對台灣人最大的驚嚇是什麼 老實講就是 就是我們防疫已經 一百萬人確診了 對不對 我們很希望我們耿傳媒的訂戶 能夠馬上破百萬啊 可是我們絕對不希望 我們的確診的破百萬 但是這個百萬 百萬不會在這裡停止耶 各位 什麼叫耿耿興和易董哥 又這是長安哥裡面的記者嗎 遲遲中古初泉業 耿耿興和易暑天 可是長安哥裡面還有一個記者叫什麼 叫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節期 我就很怕此恨綿綿 怎麼叫此恨綿綿呢 你到底會有多少人死亡 你告訴我 陳時中講 我們希望喔 陳時中講 我們希望喔 我們喔 我們的重症死亡力 千分之一就好 他是希望啊 那陳時中還講什麼 陳時中還講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 死了大概四百多個啊 如果千分之一 台灣會死多少個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 千分之一就死兩千三百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死四百個 還有多少人要死嗎 陳時中說還有一千九百個人 各位有多少家庭 一個人死亡喔 家庭親戚朋友 多少人不忍啊 如果說年紀大的人死喔 大家可能會心裡會有個 會有個預期啦 雖然講的也是不忍 但是也有個預期 譬如說 你祖父真祖父他已經九十六七歲了 你要想說他再夠的日子也沒多少年 這是人之常情 我不是要詛咒他死對不對 你能夠活到一百歲 一百一十歲那不得了了 那當然就是 離死亡夜來盡 可是今天如果是小孩子 台灣最近就是死很多小孩子 兩歲了 因為你正如的殊師 那兩歲好幾個了你知道嗎 好幾個像類似這種年紀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跟我們的朋友報告 因為我們很多華人的世界 在看我這個節目 我們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 現在還沒有人打過一劑疫苗 一劑都沒有 你會想說小董你講不對啊 前兩天我看新聞 那個疫苗已經到了 沒錯疫苗十六號到啊 十六號到還沒打啊 為什麼因為他還在檢驗 要檢驗一個禮拜啊 最快就是一個禮拜 所以現在還在檢驗啊 還不能打 那打了以後 你要好幾天才有效果 所以你最最後要有效果到 你打有效果 最最快大概就是 這個月的夜底 各位已經懂了吧 那夜底有點防護力 還沒有那麼快 那小孩 打了這個技叫做什麼 叫做BMD啊 你說小董前面是不是有人打 莫德納 對莫德納有人打 有小孩打 可是那個是很可怕的 各位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台灣沒有什麼媒體在報導 你知道 開始是沒有小孩疫苗 因為這個病疫發生喔 小孩18歲以下的人 確診跟死亡的很少啊 所以 我們這個 疫苗剛開發的時候 是以18歲以上的人為主 那後來呢 後來台灣 很多人發現說 那18歲以下的人 剛好就是在台灣是高中 國中 國小 幼稚園 就是學生嘛 學生族群這些人怎麼辦 他們也會確診啊 那 這幾年的疫苗開發 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 有一種疫苗的產生方式 我們過去有什麼 用蛋白啦 E蛋白啦 或者讓病毒 讓它產生抗體 各種製造方式 這幾年有一個新的方式 這個新的方式叫做什麼 叫做MRNA MRNA製造方式 那其實就在這幾年 在疫苗界裡面 它是一個傳奇啊 這個故事我以後 如果有機會我再講 因為它絕對不是用 用10分鐘20分鐘可以講完 MRNA 你只要記得 這個在台灣我們翻作 信死 相信的信 然後死呢 外交大死的死 叫信死 那信死當然帶來是個福音啦 所以全世界有兩家 專門在做這種MRNA 一家就是美國的莫德納公司 一家就是德國的 我們叫做BMT啊 這家公司 那BMT公司 它做的藥性比較和緩 所以美國有一家大的藥廠叫輝瑞 就去跟他合作 出錢給他去研究 研究以後他們也研究出來了 那莫德納在美國自己本土 自己也研究出來 可是莫德納的藥性很兇 所以很多人打的身體很不適 那BMT打的就 藥性比較不兇 那他們做的是同樣的東西 你知道BMT喔 華人的地區 他的代理權是中國大陸的上海復興啊 那上海復興其實過去也是一家不太大的公司啊 可是他這一次投資隊 他去加入他的股 這家BMT的股 買他的股份 然後同時呢 他又給他一筆錢 研發了錢 所以他就獲得這個代理權啊 那我為什麼特別的介紹這一家 叫BMT德國的公司呢 因為這家公司喔 他跟全世界警告啊 他說我們的疫苗喔 你不要認為 給成人的份喔 減一半 或者減三分之一 小孩打了就可以啊 他說他背後可能有非常多的副作用 那我們公司呢 我們BMT公司 我們現在自己又重新發明一種 給兒童用的 懂了吧 兒童要重新另外 另外去做各種實驗啊 那我們知道一般的實驗 尤其人體實驗是四期啊 所以我們要照這個循序漸進 他做出來了 那台灣現在給 台灣現在用想法 用自己的想法說 那莫德拉我們給小孩打一半 或三分之一 就可以讓他來防疫了 那你也是 MMA的啊 剛好就踩到了 BMT所警告的這個界線啊 所以 我們台灣很多人 很多家長也很聰明說 那這個既然有風險 所以打BMT的人非常少 那這個只是用台灣當局自己的想法 那我為什麼講這想法很冒進啊 因為你不曉得將來 打莫德納成人劑一半的這些小孩 會有什麼下場 我講下場真的是這樣 那如果你打BMT 它是特殊的兒童疫苗 它經過人體實驗 它顯然是相對下安全很多的嘛 這個前提在台灣沒有人討論 只有我在講 那我再講第二個觀點喔 你知道我們現在百萬 百萬能確診 此恨綿綿無節期喔 台灣現在很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因為在疫情 當然最早期大家在搶口罩 口罩不是高科技產物 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民進黨政府 它是一個邪惡的政府啊 當開始有疫情的時候 是從武漢 武漢開始爆發 但不是武漢不是出生地 其他地方應該早早就有了 只是武漢是大爆發的地方 民進黨當時就把 這個病毒叫做武漢病毒啊 那你在台灣要分辨說 哪些人是民進黨的 是台獨的 是媒體是台獨的媒體 只要他還繼續稱武漢病毒的 這個人是保險百分之百的利媒啊 那他的東西就沒有公信力了 那小董我來講這個東西喔 有公信力為什麼 因為當台灣一發生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規定啊 所有的口罩不准出口 因為你們一定會賣錢給中國大陸 去救活中國人 這是一個怎麼樣邪惡的政黨啊 人命人權有分 他是哪一個國人嗎 民進黨的邪惡的壞喔 你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他是沒有人性的畜生政府 我講這個 雖然民黨告我罵他畜生 但是我繼續罵 他就是一個畜生政府 各位你想 我們碰到人就要去救 你會去管他是什麼黑人白人 跟我宗教不一樣 國家不一樣 種族不一樣 地區不一樣 民黨不可能嘛 人權的最高標準就是 我不問你是什麼人 你只要是人 我就要救你啊 民黨政府還有一個措施 最好笑最可恥的 他不准所有的醫護人員放假 醫生護士你們通常不准放假 因為你們放假不准出國 規定不准放假出國 他規定不准出國的理由是什麼 怕你跑去中國大陸幫忙 中國大陸去治病 治新冠病毒啊 各位好不好笑 為什麼我罵他畜生政府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 這個黨是沒有人性 他是靠仇恨中國大陸 來換級選票 然後每天把中國大陸 把他醜化 把他扭曲把他抹黑 然後講他都壞 那都壞的話 你為什麼水果都要賣他 你為什麼所有的貿易都要仰賴他 你在人家身上 吃乾抹禁 然後每天還要醜化人家 全世界有這麼惡劣的政府嗎 有 就是民進黨這個掙錢啊 那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沒有政黨啊 我也不是本省人 也不是外省人 我是金門人 我是金門人 我不是外省啊 對不對 台灣現在能夠保存 是靠我們金門人 很多人犧牲性命啊 這在台灣是普通的歷史常識 過去兩岸還在 金勢對立的時候 金門扮演非常大的角色 可是全世界 也很少像金門人這樣 我們多麼的希望和平 因為我們過去死太多人了嘛 我們為什麼死那麼多人 因為我們要保護台灣人而死啊 所以台灣人碰到我們也不敢 講什麼話就 因為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兄長很多人 為你台灣而死 這是一個歷史 可是為什麼講這樣 小董為什麼講東西這麼理性 因為我沒有政黨 我跟各位透露一個小秘密啊 1989年台灣正在嫌疾啊 我要回溯一下 民進黨找我你知道嗎 叫我代表他們選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多大 就是羅志強的位置啊 他們覺得 哎呀小董你 你當記者做評論很細膩 而且看到的 當然民進黨那時候還沒有像 現在是個台獨的黨 民進黨那時候沒有主張 這樣的台獨啊 我就一季節 因為我想當媒體人 媒體人想罵誰就罵誰 想監督誰就監督誰 我覺得很自由啊 那民進黨就覺得好惋惜喔 後來一直在欠我 我沒有代表民進黨選啊 因為我們認為 認為做一個媒體人 可以做更大的空間 對於執政的 那時候當然一直是國民黨嘛 我們可以做很大的監督嘛 那後來當然很多政黨都找過我參選 我也都拒絕了 很多政黨就包括什麼 包括你所熟識的每一個黨 國民黨 新黨 親民黨 每個黨都找過我 我憑良心講 那你會說 那這些黨不是 不是統派跟獨辦 我告訴你那個年代 還沒有像現在這樣 所以台灣現在 我為什麼這麼通惡民黨 為什麼 因為民黨執政以來 就一直越來搞對立 我們當年的對立沒有這麼厲害 你就可以知道 那時候的背景是怎麼樣 背景我們意見不同 我們想把你推翻 但絕對不是因為統獨嘛 那現在的統獨就變成 大家要來仇恨 現在是變成 我們要去仇恨中國大陸 那民黨認為說 我越仇恨中國大陸 激起台灣人的情緒 我就越有選票 所以民黨是用仇恨 在製造他嫌疾的弘利 可是兩岸應該這樣 繼續結仇下去嗎 那你要結仇下去的話 你如果是一個人 你如果有ガス 你就不要把東西賣去中國大陸 賺人家錢 你又做不到 所以瘦穿了 你就是一個不要臉的促身 吃乾某鏡 每天又要去糟蹋人家 你如果周遭有這樣的朋友 你會跟他做朋友嗎 不會嘛 你會罵說你這促身 不要臉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我們台灣民進黨 蔡英文這些人 他還陣陣有詞啊 對別人吃乾某鏡 又要糟蹋別人 那這種行徑 他好像覺得理所當然啊 所以真是不要臉到極點 但是小董 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主要是疫情啊 大家現在的疫情 這麼險境你怎麼辦 小董你有怎麼辦 我也不是指揮官啊 如果我來當指揮官 我當然不會像陳時中這麼犯童 至少我不會讓兩歲的小孩 他找不到地方去治療 然後等最後找到了 台北農民總醫院 沒有幾個小時就死啊 因為他中間延宕了五六個小時啊 那這種事情很多很多 不是只有這樣 老人家九十歲的阿嬤 等了十三個小時啊 在外面吹風 外面還下雨 你知道台灣最近是沒雨季啊 忍到怎麼 然後只好用雨衣把他前身蓋起來 坐在輪椅上 我看他照片我都想流眼淚 這是蔡英文六週年的一個畫面 你在長坑醫院門口十三個小時 你也不能罵人家醫院 因為裡面擠爆了 外面一堆人在等 我也不能跟你先優先 阿嬤你重要 啊別人的阿嬤不重要嗎 對不對 只能說誰先來誰先進 只能這樣排隊嘛 可是怎麼會弄成這樣呢 你應該是有個基礎的資訊 現在哪裡是有病亡的 哪裡是比較不要等的 這裡排了一百多個人 你來 你只要用手機上網告訴你 在外面還有七八公里 那一個醫院喔 只有七個人在排隊 你趕快去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資訊 就是調度的問題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管理鞋的嘗試 在台灣做不到阿 有一個飯桶的指揮官陳時中在率領 對不對 我講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把這一東西把它看在眼裡的話 我昨天碰到一個醫生阿 醫生跟我講說小董你罵了 我聽的都是很感動很精彩阿 他其實我告訴你喔 台灣我們到目前為止 醫療資訊其實不算不夠啦 他只是他沒有很公平去分配 譬如說你如果有 你在中南部有朋友 你請他幫你買快篩劑是買得到的 是買得到呢 台灣很多人就去買劑給北部的朋友 是啊 我周遭很多朋友都收到 在嘉義在哪裡 有人一買買20份 然後買了喔分別寄給朋友 然後朋友說你怎麼買得到 因為我們這裡鄉下沒有人在搶快篩阿 為什麼快篩是夠的 當然外面還可以 快篩是一個消耗品還要繼續用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的資源不平均嘛 重病了現在都在台北 慢慢往下嘛對不對 那你這兩個禮拜都在台北 台北人一直搶 縱然不油阿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調度的問題 調度就是管理鞋最簡單 最簡單處理的方式 要怎麼處理方式 過去很難 現在有電腦怎麼會難呢 哪裡還有多少庫存 哪裡還有多少東西 你不會不知道嘛 所以這些人把大錢揽在手上 他們很認真的在撈錢 他們很認真的撈錢 然後在分他們的利益 他們沒有用點精神 在幫老百姓解決問題 你今天確診了你想看病 對不對 看病 你確診了 你要怎麼認為你確診 你當然先做快篩 快篩如果有的話 兩條線 我就要到醫院去做PCR核酸嘛 有的話 那我就是真正的表明我是確診 那你現在如果量太大你要怎麼辦 當然就是你快篩 認為自己兩條線就當做確診 不要再擠到醫院去做核酸 為什麼不要擠到醫院 因為我們醫院要留下來治療重症的病人 簡單講我醫院不要讓其他的 這些來做檢驗的人來干擾我嘛 做檢驗不是很高明的科技嘛 台灣的醫學院 有醫學院大概有二三十所大學 醫學院練七年 有多少學生 至少三五千個 這些學生你叫他去做核酸 他有沒有忍耐 當然有啊怎麼會沒忍耐 這不是什麼高科技啊 不是叫你診斷說你裡面有沒有癌症 不是嘛 是把鼻孔說你來 就放到機器 機器就檢驗出來說有沒有啊 機器一直在運轉的 各位我講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好不好 今天如果發生火災了你 難道一定要等到消防員來 你才能救火嗎 你只要告訴他你這個怎麼操作 大家有水的有什麼氣動 他本來就是這樣啊 你怎麼還在 這麼守舊這麼機靈各種形式呢 對不對 然後多少醫生護士退休了 這個護士 30歲他嫁人了 他就退出職場 他養小孩 這小孩 小孩 國小畢業到國中他就能治理了 自己傷下血 護士很想到回到職場 不行啊 對不對 他可能嫁給一個醫生 或嫁給一個怎麼樣 那他有沒有這些醫學場子 有啊 那你通通把他徵召進來啊 政府出多一點的錢 你們來有危險 因為做這個室友比較有危險性 那你們來做我重金啊 他也很願意去服務人情吧 各位這樣的人 你可以多出好幾萬個來做篩檢了 你不要把每個篩檢的人都交給醫生 這個叫輕重緩急 我講這東西都是很粗淺的常識 連我平庸如我我都想得到 為什麼我們這些高官他想不到 我覺得他們是想得到 他們都比我聰明 可是他們的聰明方在撈錢 撈在鬥爭 對不對 鬥爭誰 鬥爭 中國大陸啊 我們要想方設法 讓台灣的口罩不要勾氣 台商從大陸要回來 我們不要給他回來 我們要限制他 管他叫小平還是大平 通常不准回來 給他很多限制 然後我們要籌劃他 他回來只要有一個確診 我們叫敲鑼打鼓 中國大陸回來有沒有人確診 沒有 他有一個確診他們去敲鑼打鼓 後來發現搞錯了 他們把簡體放錯了 各位這個是大陸的一個廠 台灣的廠商叫友達 各位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所以我講這東西 民進黨不搞震驚事 那過去台灣是海島 你只要把海島把它圍起來 開始要做清零 比較容易 可是現在 現在因為全世界都開放 很多人進來 他現在 他已經鎖不住了 我都開玩笑講 陳時中 蔡英文你們已經鎖不住馬力波了 你現在才要說我們要與病毒共存 鎖不住才要與病毒共存 那你這個是哪門子的防疫啊 還要害死多少台灣人 希望我剛剛引用長恨哥的 此恨綿綿無絕期 不要兌現了 希望我們的疫情能夠好轉 那在這邊非常感謝各位朋友 收看下個禮拜我們再會 好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